Hello,大家好,欢迎继续来到Math学院,我是Steven 那在上一讲里呢,我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个Hitrast的一个demo的一个使用 那在这一讲里呢,我来看一下 那在这一讲呢,我会跟大家介绍一下 讲一下这个Hitrast的一个部分元素的介绍 为什么说部分元素呢 因为它是Hitrast或者是Echrast来说 它涉及到很多的这样的一个元素 它是一个组成 所以呢,在这里边,你主要是跟大家主要的介绍一下 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一些元素 经常会用到一些元素 那在讲这一节之前呢,我们来看一下上一节课 这是我们上一节课跟大家讲的这么一个搭的一个小demo 那咱们这一节课讲的这个案例呢 我会在这个demo的基础上来去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标题 坐标轴以及这个数据列 然后这个,这是咱们上一节课跟大家写的一个小demo 好,我们先来看咱们这节课讲的第一个重点 标题,这个也是这个Hitrast里边 我们也会介绍到的一个,也会涉及到的一个东西 一个元素,标题 标题,它的这个英文叫title 我们也是用title来进行对它设置 这里边它是一个Json的一个字不串 Json的一个对象 这是K,K是它的text Value是我是标题 这是它的一个Json的对象 然后 我们来介绍一下 它还有一个subtitle text,我是副标题 是在这个title里边 是和title同级的 它这个标题默认显示在图表的顶部 包括这个标题和副标题 始终副标题是可有可无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最简单的一个 我们来给它设置一下这个subtitle 我们在这里给它设置一下 text 比如说subtitle subtitle test 给它写一个Json 也是一个Json的一个格式的一个字串 好,然后我们来看 现在是high trust demo 我们再刷新 刷新完了以后 我们来看 它这块是不是有一个小的 一个subtitle test 对不对 好,这个就是它的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用法 那这个标题呢 它也有一些属性 我们这些组成的这个元素 它也有自己的一个属性 标题呢 只有一些文字信息 所以标题的配置 无非是一些定位 字体大小颜色等配置 那这些配置呢 对于我们学过这个 html的同学来说呢 这个是非常好理解的 在下面呢 我给大家立了这么一张表 这是它的属性名text 这是我们第一个 属性接触的text 它的描述是标题文字 然后默认值有一个插的title 也就是说你这什么都不写 它会默认一个插的title 然后lan 有文字水平对齐方式 这个是在html里边也是有的 vertical line 文字的垂直对齐方式 分别有left center right就是左中右 对吧 然后这个vertical 垂直的对齐方式 有top middle bottom 等等 use html 是否解析 html标签 设置解析后 可以使用例如a等 html的标签 false 默认是false 还有这个falty margin style xy 这些我们都是可以对它进行一个设置的 都是可以对它进行一个设置的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比如说这个lan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比如说我这个标题 align align 对 然后我现在想让它 现在不是默认是居中吗 然后我现在想让它write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发现一下 看一下应该是哪 出错 align 好我们来看 应该给它有一个双引号 然后它这个 就到右对齐 就成了右对齐 align 等于write 它就会右对齐 好 这个light center 都可以是可以选的 还有这个use html 这个也是比较常用的 我们来看一下 use html 比如说 默认是false 那我现在给它试试为一个tml 那我现在给它试试为一个tml 我给它加一个 比如说加一个百度的链接啊 这个都是 这个都是 我的枪 我和哈尔弧的 三刀 有点 设置 设置错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啊 我们来看这边点击它 就能跳到这个3w的百度点看法 这边是应该是把http给它加上 直接就能跳到这个百度 看 直接就能跳到百度点看 所以这个是用的html 我们可以在标题里边给它加一些 其他的一些html元素的一些东西 现在我是只是给大家加了一个a标项 html的所有的标项我们都可以往上加 好 那这是这两个我们经常用的 一个txt html 当然了这个style 我们也可以对它进行一些 设施一些字体啊颜色 标题的字体颜色字号啊等等 它和css有略微的不同 有略微的不同 我们大家也可以在这注意一下 好 这个是标题 我给大家介绍的一些东西 那讲完了这个标题以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坐标轴 所有的图表呢除了柄图啊 都有x轴和y轴 都有x轴和y轴 x轴和y轴 对不对 然后默认情况下呢 x轴显示在图标的顶部 那y轴呢一般是显示在左侧 但是有多个y轴 可以是显示在左右两侧的 可以通过设置这个chart 跟inverse 同处啊 可以让x轴 y轴显示的位置对调 这个一般呢 我们有两种 y轴存在两个y轴的情况 并不是多见 一般都是一个x轴 一个y轴 我们来看一下坐标轴的组成部分 这是先看它的坐标轴标题啊 设置坐标轴标题的代码 如下 x 这是x轴的设置方法 这是y轴的设置方法 这个我们来看啊 它和那个设置那个 刚刚跟大家讲的这个标题也差不多 在这会儿就不跟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来看 在这边 y轴的这个标签 是一个显示啊 我们也可以在这个x轴 这个达斯杰森里边写上这个title 给它设置一个title的属性 都是完全可以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坐标轴的一个标签 一个分类 labels是常有的属性 enable smartier step 和street lance 这些后面呢 比如说第一个enable 是否启用labels xy轴 默认值都是处 如果禁用不显示 labels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属性啊 设置为force 第二个就是formatter 是它的一个格式化的一个函数 这是它的一个标签 如果对js熟悉的同学呢 对这个可能不是特别的陌生 这是一个匿名的函数 在这边返回它的值 step呢 是labels显示它的间隔 数据类型为number 也就是imper的整形 可以这样进行一个实现 labelsstep.r 我们一般用的比较多的是这个formatter 格式化标签函数 我们一般在这里边做一些定制化的一些开发 以满足我们这个经常的一些需要 但是通常情况下呢 x标签和y标签的一些基本的一些属性 都是可以满足我们的一些需求 都非常简单 好 这个是坐标轴的一个 给大家简单的做了一个介绍 我们介绍完了坐标轴以后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数据列 这个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东西 这个涉及到我们能够看到什么样的数据 我们首先来看 数据列是一个数据组数据集合 例如一条线 一组柱形等 出表中所有的数据的点都来自这个数据对象 数据列的基本构造是这样子 那映射到我们这边的这个demo里边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数据列 它是在一个列表里边 有两有好多个Jetson Jetson door 好多个Jetson 这样的Jetson door 数据列配置是一个数据 也就是数据配置可以包含多个数据列 刚刚跟大家也看了一下 数据列中的name代表数据列的名字 并且会显示在这个数据提示框 2tip以及图例 Legend之中 我们来看 还是以这个demo为例 这个name北京 还有这个name上海 我们都显示在了这个 这就是它的一个图例 叫做Legend 数据叫做Legend 都会显示在这里边 然后2tip 我们把鼠标放在这上面的时候 它有一个提示框 这叫2tip 然后2tip里边也显示了 它的这个数据列里边的一些信息 比如说上海 北京 等等 好 那这个是数据列 基本的一个组成 然后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在数据列的data属性中 我们可以定义图表的数据数组 通常有三种方式 定义方式 第一个是数据数组 这个也是我们最常用的一个 把这个我们想要展示的数据 放到一个数据里边 放到一个数据里边 看见了吗 放到一个数据里边 或者说是放到一个列表里边 第二个呢 就是包含两个值的数据集合 这种情况是 有两个 有两个 有两个多标轴的情况下 然后第一个值我们代表x轴 第二个值代表y轴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我们看看第三个 数据点对象的一个集合 这是它的一个实例 这个是我们用到那个 比如说点对数据点的时候 就是有各种各样的点 去展现的时候 我们用到这块 用到这样的一个page 第三个就是这个线条的一个宽度 我们来看 现在这个线条的宽度是正常的 那比如说我们现在想要给它 把这个线条给它加粗来标明 来显示 来重点标明显示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linewise 来指定这个线条的宽度 就这么一句话 linewise等于5 就可以让它进行一个显示 我们来试一下 比如说北京 我们来看 北京这条线的线条 它这个明显比下面上海的这条线条 出很多 那这个功能呢 我们在 比如说领导想看这个 我就想看北京 想看某一条线 想重点突出某一条线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这个 打数据的时候 给它设置这样的一个属性 这样的话 就产生了明显的对比 差异 更加的 更加的直观 好 这个就是我们本节课程 跟大家介绍的这几个元素 这三个主要的元素 这个也是我们 不管是你用哪个画图插件 去做 去画图的时候 都是必须的 三个元素 三个基本元素 那如果同学们呢 想更深入的去了解一下 这三个元素的一个属性啊 以及它的更深入的一些具体的用法 我们可以到这个官方网站上 它的一个官方网站上 上节课我也跟大家 展示了一下 它官方网站上的一些例子 它有一些API 我们可以自己去看 看一下 这边网友 有些吗 我们在打开这个 HighChase以后呢 这有它的一些docs General Documentation 还有这个HighChase API Reference 它这里边有好多API Guiding Start 还有这个 它的一些API HighChase API Reference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API 来去了解 它的这个更多的一些用法 我们同学们在课后 可以上这个官方网站来去试一下 我这边就不跟大家做过多的介绍了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这节课 跟大家讲的一些主要内容 咱们下节课 继续跟大家介绍这个HighChase的部分元素的一个设置 好 那本节课就到这里 感谢同学们的收听和收看 再见